你爱你的父母 你没有收入 你怎么爱他们 你爱你的妻子 你没有收入 你怎么爱他 你妻子能容忍你 多长时间失业养着你吗 连他老婆养了七年 总有情深义重的 我承认 一般来讲 能养一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现在事业上 有很多夫妻共担的呀 房贷共同还的 这不是很多吗 房贷共同还 总得有人能还吧 如果你想说我垮掉了 你来支持我 因为你的另外一半的负担 要显著地增加 你就那么心安理得吗 我有啥不心安理得的 我挣钱多的时候 不也养着他吗 所以你就是先天性的 觉得人情淡漠 就是我坚持不住 我们都是利益的结合 父母跟我也是利益的结合 夫妻跟我也是利益的结合 我一旦没有利益了 我对车会就没价值了 我很悲哀 你是这个道理吧 不对的 是不只是利益的结合 但利益起到非常基础的作用 结婚的时候都说 可以供贫贱 供患难 你真的愿意把贫贱和患难 带给对方吗 贫贱和患难 不是任何人带给任何人的 是命运带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需要共同去承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